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常在网上和粉丝分享生活的丁宁 21日透露自己看到朋友的贴文说 有一名50岁的男子在捷运上 像一个大概只有国三的未成年少女搭讪 结果女方还真的给了对方电话 让她忍不住惊讶直呼 我们把孩子教得太服从了 她也特别分享自己曾被性骚扰的经验 当时她去脚底按摩 结果熟悉的那位师傅没空 来了一位陌生的师傅帮她按脚 结果当她低下头不说话看书时 该名师傅却一直往膝盖上按 已经超过职业底线 于是她直接警告对方不要按我膝盖 丁丁也特别强调 不要让孩子只学会服从 同时也强调家长自己也要先学会勇敢 并表示礼貌是有选择性的 但勇气是无差别的 天文一出也再度与网上引起热议